那车到底谁开的 车是 回来是他开的 回来是他开的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是我开的 我承认啊 第一时间是你开的 那为什么你的助理要说 车是他开的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回头去载他回来 只间隔了两分钟 按照警方的时间 我只间隔了两分钟 因为我把车又开回总部 我又下车再次检查 因为我怀疑遇到假车祸 我就再次下车 检查发现没有刮痕 我就说你帮我开车 因为我已经有喝酒了 我们再开回现场 我如果酒驾有必要开回现场吗 就是开回现场 警察拦我 我也很配合的 我们两个就把车停好下来了 你去接助理回来的这段路 是助理开的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警察来现场 问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绝对不会是你去再助理 回来这段路 他问的一定是 你跟他有这个擦撞争执 他不管是真车祸还是假车祸 没有擦撞 不管是真车祸还是假车祸 警察问的当下谁开车 问的一定是 你们有争执的那个时候吗 对 那为什么助理要出来说是他开的呢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 我们回总部检视过 车辆并没有擦痕 一般遇到简单的车祸 我们会不会想说两方各自赔钱 或是说我真的就抱 其实贵勋你有点答非所问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 到底是真车祸还是假车祸 这有可能是一起假车祸 对 但也有可能你找人顶包 顶包的话会录到我交代助理要干嘛 我没有 从我的笔录跟警察扣 助理为什么要说是他开车呢 因为就是很简单 的确是他开车开回来 他为了想要说因为我是选举的人物 他为了要简化事情 大不了就是赔钱 遇到假车祸我们也是赔钱 怎么会知道严小姐从头到尾 都没有说要赔钱的事情呢